马来西亚莲花嘉辉问的 马来西亚莲花嘉辉 这个师尊佛安 修焉共焉亲在主时 行者可以观想共养莲花以法传 请四辈观音坐主放光接应 焉亲在主坐莲花以法传 离苦得乐往生佛国吗 这等于是在坐超度 坐上莲花或者法传 离苦得乐往生佛国吗 莲花嘉辉 马来西亚莲花嘉辉问的 我认为可以尽你的心力 用你的心力去变化 用你的心力去变化 不是只给物质上的满足 食衣住行的东西给他们 让他们翻洗 你也可以让他们 这个坐莲花 及法传 离苦得乐往生佛国 可以的行者可以这样子观想 但是你在你的焉共焉里面 一定要有莲花 有莲花 或者是你坐的法床 把它烧成飞 放在这个跟烟共粉一起 混在一起 也就是说 你做了莲花 你做了莲花烧成飞 做了法床烧成飞 然后跟烟共粉一起的烧 然后加上你自己的观想 你的力量 你修行的功德的力量 去帮助这些烟亲寨主 往生佛国净土 是可以的 那师尊在做这个牵梢法床的超度 就是用这一种力量 去超度他们 是可以的 好